欧美市场开始对中国商品关门,长城汽车5月29号宣布将会在8月31号关闭在慕尼黑,德国慕尼黑的欧洲总部,长城汽车欧洲市场发言人说,关闭欧洲总部并不代表公司退出欧洲市场,长城汽车将会继续在德国英国在内的所有欧洲市场销售汽车,但是欧洲业务会由长城汽车的中国公司进行远程监督和管理,此外长城汽车旗下的动力电池公司,封场 超能源说,由于当前汽车市场高度波动,目前已经取消了在德国的博兰登堡开设电池场的计划,路德社报道说,欧洲委员会原计划是6月5号公布对中国电动车加征临时关税,那么现在要推迟到6月9号,是要等欧洲议会选举结束之后再公布,原因是要避免这个关税的问题成为欧洲议会选举的一个议题,去年10月4号欧洲委员会宣布对中国电动车展开反补贴调查,调查的法定截止日期是今年的7月4号,那么 临时关税是长城汽车关闭欧洲总部的原因,去年一年时间,中国总共出口电动车155万辆,155万辆当中40%出口到欧洲,那么德国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,今年的3月份,3月份一个月,中国电动车在欧洲卖了多少呢? 57400辆,那么中国的电动车占欧洲市场份额超过了4%,那么今年4月份有媒体报道说,在欧洲几个主要的港口停放了数以千计的中国的电动车,那么中国的车企,欧洲业务负责人证实了的确是有这么回事儿,他说电动车放在这个港口附近,原因是欧洲电动车的需求在放缓, 然后中国的车企又增加了出口的数量,是一进一出,一下子就堆积在那个外面,那么欧洲市场 市场壁垒比较高,反补地调查会严重的打击中国电动车在欧洲的发展,基本上 能卖的就不多了,但是中国还有比亚迪,去年12月比亚迪宣布在匈牙利的利塞格德市建电动车厂,这是中国在欧洲第一家车厂,按照规划,比亚迪在匈牙利的这个车厂会在三年内建成,并且 投入运营,那么主要是生产在欧洲销售的电动车,到了今年1月31号,比亚迪宣布和匈牙利的利塞格德市市政府签署了 土地预购协议,预购协议,说明什么,说明比亚迪还是没套钱,匈牙利是中国在欧洲的眼线 匈牙利跟中国关系非常好,那比亚迪就利用这层关系,想在欧洲设厂,这样就可以打入欧洲市场,不过呢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目前正在面对国内的反对浪潮 匈牙利的前景不确定,那么比亚迪预购土地 就是留了一手,他没直接买,先预购一下,比亚迪在欧洲设厂这个计划有不确定性,说明什么,说明整个欧洲市场正在关门 新加坡联合早报5月23号有一篇社论,题目叫中国成为保护主义的标的,这篇社论写得很好,那我就 就节选了一部分,念给大家听一下,因为他总结的很好,社论说贸易保护主义逆流日益 湍急,拉美多个国家在过去几个星期 效仿美国和欧洲对中国商品加征高关税,墨西哥 智利 巴西先后提高了对钢铁产品的关税,文章说中国似乎成为这一轮保护主义的主要受害者 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重组,正呈现去中国化的迹象,社论指出美国5月14号宣布,提高对中国电动车 征收的关税,虽然美国的加征关税被视为大选的政治动作,但这显然已经成为各国效仿的信号 加拿大贸易部长伍凤夷5月18号说,正在研究美国对中国电动车加征的关税 那么德国外交部和经济部支持内政部的建议,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,拆除华为和中兴通讯 5G设备,那么各国针对中国的保护主义举措也表明,在出口补贴的问题上 中国日益成为众矢之底,国际形势更为孤立,美国总统拜登指出 中国用市场换技术的方式,强迫西方企业出让关键技术,违背了自由贸易的公平原则 社论指出,中国在俄乌战争立场上拒绝欧美施压 反而强化和俄罗斯的合作关系,导致中欧经贸关系同样紧张,双方正在开始新一轮 针锋相对的反倾销调查,很可能升级为全面性的贸易战争,社论说全球自由贸易 体系受到地缘政治博弈的冲击,越来越有可能分裂为 排除中国的贸易安排,西方民意和舆论对中国不断增加的敌意,可能加剧 现有贸易安排的锻炼 和重组,他说如果孤立甚至排除中国在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之外的趋势不变,中国将陷入四面楚歌,45年的改革开放的红利 势必消失,那么这篇社论我觉得写得很好 他基本上对中国 外贸出口形势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总结和叙述,但是我还有我的看法,我讲几点,第一个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政策不是保护主义 保护主义是针对所有国家,保护我某个行业,针对一两个国家那不是什么保护主义,那是外贸政策 贸易政策,那么疫情期间中国政府不让 中国的企业出口口罩和防护产品给美国,对美国来说相当痛,美国就知道中国没有底线 中国进行经济胁迫,他毫不犹豫的会胁迫你,所以美国就下决心要把所有关键的产品 全部把供应链移出中国,美国的这个决心非常的大 就算会引发通胀也在所不惜,那么背后当然有两样东西,一个是意识形态的冲突 还有一个就是地缘政治的冲突,都加剧了这个脱钩的这种 趋势,美国把关键产品的供应链移出中国这件事情没有商量余地,一定是干到底的 第二点,电动车 锂电池,太阳能电池板都是中国的新三样,中国期望非常的大,那现在欧美重点防堵 这三个产品 欧洲也好,美国也好,这个舆论已经造起来了 中国产能过剩,产能过剩的前提下,就在西方倾销他的廉价工业品 但是问题是什么?问题是美国也好,欧盟也好,都是用关税来围堵,关税是什么?关税是主权 所以呢中国没有话语权,中国是乙方 你卖东西给他,他不让你进,你基本上没有办法,虽然中国去世贸组织投诉,但是没有用 因为世贸组织不解决关税壁垒,世贸组织只解决非关税壁垒,所以呢乙方改变不了什么 那么当然中国自身有很多把柄,比如补贴,那么这些把柄都很明显,基本上一抓一个准 所以脱钩这件事情没有太大的悬念会发生,那么2007年中国加入世贸6年之后 中国超过加拿大,成为美国第1大进口国 中国真正进入世贸 是2001年,当时在中国商品在美国的市场占比是16.3% 那么在中美贸易战开打前一年,就是2017年,中国商品 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峰值21.6%,每五个商品就一个来自中国 那么之后,中国的市占率就开始逐渐下降,去年跌到13.9%,加拿大是13.7%,墨西哥是15.4%,墨西哥成为No.1 取代中国,那么美国嘴巴上说我反对脱钩啊,但事实上 美国的企业一直在进行脱钩,美国的企业他风险自担 他觉得你没事你要打台湾,一打仗那这事不就黄了吗?美国的企业是基于地缘政治风险 一直在进行脱钩,当然中国企业也没有坐以待毙,中国企业的办法就是叫钻进牛魔王的肚子里唱戏 这个牛魔王就是墨西哥 墨西哥为什么去墨西哥,因为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这三个国家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国 自由贸易对中国企业来说,我跑到墨西哥设个厂,把中国的原材料运到墨西哥来组装 然后再按照墨西哥的产品卖到美国去,美国企业研究所公布的数据,中国企业对墨西哥超过100万美元的投资 都集中在制造业,那墨西哥代表的行业是汽车,汽车是墨西哥的资助产业,美国高度依赖墨西哥的汽车零部件 新莱昂州是墨西哥 汽车工业的聚集地 那么2022年中国对新莱昂州的直接投资占整个流入的48% 将近一半,有一半外来投资来自中国 那么比亚迪呀,上汽名爵呀,奇瑞呀 都想在墨西哥设厂 那么除此之外,还有什么家电啊 电脑啊这些都是中国企业集中投资的行业 在这种运作模式下,中国迅速地成为墨西哥第2大进口来源国 那么墨西哥从中国进口的商品,一部分呢直接面向墨西哥市场 另外一部分呢就借到墨西哥进了美国 那么美国一看,这就不干了,这什么情况 就找墨西哥,你要帮我堵住中国企业绕到墨西哥的路径 美国施加压力,墨西哥没办法,墨西哥去年8月 一次过提高了一堆基本上大部分商品的进口关税 那么针对中国进口关税达到了80% 那么今年4月份墨西哥再提高了什么钢铁啊铝材啊纺织品服装 鞋类啊 关税5%到50% 也就是说增加了中国企业通过这种方式,继续做美国市场的难度 那么从欧洲美国和墨西哥的行动来看,这几个核心市场 都在采取措施,非常有针对性的政策,抵制来自中国的商品 这一系列的环境的变化说明中国出口的条件或者出口的环境 正在发生巨大的改变,这对中国的影响很大 中国经济现在 需求不足 需求不足一个是投资不足 消费不足 现在唯一指账的就是出口 但出口你可以看 这几个关键性的市场都在 关门,出口你可以大体上可以预计 出口会下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